这里是海胆加工厂 每周都会有2万磅海胆 送往这里加工 将尖刺的外壳打开后 里面就是它最昂贵的部分 杏仙 一直以来 海胆都是靠潜水员 手工捕捞的少数海鲜 海胆的种类多达数百种 不过只有少数种类能做成食物 其中包括正在加工的红海胆 这些杏仙又被称为加州黄金 潜水员需要手工收集单个海胆 才能获取它 海胆的分布有迹可循 海带的密度越大 海胆的种类也越丰富 而且质量也更高 非常适合出售 相应的缺乏海带 就会影响海胆的售价 通常情况下 海胆即使不进食 也能存活数年 自从天敌海星开始没落后 紫海胆的数量 从2013年后迅速增加 而它们的疯狂生长 带来的却是加州 95%以上海胆森林的牺牲 这种紫海胆长得更小 产生不了多少性险 相应的 商业价值也变得更低 而它多起来后 那些较为珍贵的红海胆 几乎无迹可循 值得注意的是 每个海胆的体内 大概有5个性险 要是海带不够 它们的性险 则会慢慢枯萎 因此可以看到 有的海胆是空的 要知道 海胆的保质期很短 当天就得清洁处理完 而它们加工完 也只能维持一周的新鲜度 在加工过程中 需要格外注意 如果没有将海胆的肠子 完全去除 性险很快就会降解 要是中间不小心 把性险弄断 它的价格也会大打折扣 工人会按照颜色 对性险分类 确认完再进一步检查 把残留的海带 或刺轻轻剔除 最终以每核 600多元人民币的价格 进行出售 你知道松茸的价格 为什么这么贵吗 在过去7年 松茸每公斤的市场价 超过500美元 如今作为松茸大国的日本 收成量也下降了95%以上 因此价格才会变得更加昂贵 要知道 松茸的成长和红松树 息息相关 它和树的根部紧紧相连 没有树 它就不能存在 松茸在多个国家种植 包括中国和韩国 去年第一季出产的松茸价格 一株就达到7600美元 然而随着日本国内的收成 不断下降 价格波动也变得不太稳定 这跟其他的珍贵食材不同 不是因为过度采栈 而是因为栖息地发生了改变 松茸不能在农场种植 只能上山手动摘采 不过即使对那些 有经验的人来说 想要采栽一株 也非常不容易 由于温度上升 它们与森林地面融为一体 通常不在树的底部生长 从外表也无法看出 哪些树木携带真菌 最好的栖息地 在于人类可以舒适休息的地方 有时还能以传播包子的形式 帮助松茸快速生长 但这需要花费至少5年时间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尽管今年是大丰收 但长期趋势是下降 1953年 在日本收获了6400吨松茸 而在2019年 这个数字节有14吨 在以前 松茸和红松鼠 一起被照顾得很好 然而自从一种名叫 松木献虫的害虫出现后 日本各地的红松木 一直备受损害 松茸也跟着无法生存 每年收成的差异 使价格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2019年 因为气候干燥 松茸的价格几乎翻了一倍 在日本部分地区 每公斤的售价超过800美元 如今日本90%以上的松茸 都是从中国或者韩国进口 在2020年 松茸更是被列为 异为品种 尽管没有消失 但环境还是得不到改善的话 价格只会越来越贵 你知道绿豆扣 为什么那么贵吗 它每公斤的售价 接近600元人民币 想要获得绿豆扣并不容易 工人们需要手工采集 6公斤豆酱 才能得到1公斤绿豆扣 因此它要被称为香料皇后 不过绿豆扣说到底 只是一种绿色豆扣的果实 每颗果实都会有一些黑色种子 正是这些种子 才赋予了绿豆扣的独特香味 这种植物的收获期长达三年 采摘豆扣的时间 通常在每年7月到次年2月 看似时间很长 但并不是所有豆扣 都能同时摘采 是否完全成熟 还要交给专业人士来判定 这种专业人士 需要经过长达半年的培训 他们需要判定豆扣是否可以采摘 来推断即将成熟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植物的产量并不高 他们对天气的要求严苛就算了 要是遇到大雨 豆扣就会被淹没腐烂 雨下少了也有问题 不利于它们的生长 一年下来 一株植物最多也就能收获10个豆扣 10个豆扣生产成的豆扣粉 也只有可怜的一勺多 这还只是采集的部分而已 真正的难题则是晒干 它们只有24小时的操作时间 超时的话 就会腐烂并失去所有香味 眼前的工人 正在对它们第一次筛选 调出变色或者快要腐烂的豆扣 然后再进行二次筛选 较小以及质量不过关的豆扣 则会用筛网一一排除 然后根据大小颜色重量 给每个豆扣分级 更大更绿的豆扣价价值较高 但是只占采集部分的六分之一 剩余的豆扣价格就没那么可观了 受气候恶劣和降雨因素影响 绿豆扣的产量也跟着不断下降 卖出去赚的钱 也仅仅维持种植成本而已 因此它的价格不断上升 也就不难理解了